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曾子杀猪 有些小孩子常要爸爸妈妈做这样干那样 爸爸妈妈呢,总是一口答应 可到时候呀,什么事儿也没做 反过来还会责怪小孩不懂事儿 不过有的大人就不这样 他们说话算数 这里讲个故事,很有趣呢 故事后,有个人叫曾子 有一天,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买东西 儿子拉着他,哭着吵着要跟妈妈一块儿去 妈妈说,你听话,留在家里 妈妈回来,杀猪烧肉给你吃 孩子歪着头问,真的吗 妈妈说,真的,谁骗你呀 孩子听了妈妈的话,就留在家里了 曾子的妻子回家后,曾子就动手捉猪来杀 妻子连忙拦住他说 别杀别杀,我是哄孩子的呀 你怎么能当真呢 曾子说,你可不能这样哄孩子呀 孩子还小,他一言一行,在向父母学习呢 你说话不算数,这不是教孩子学欺骗吗 他下次就不相信你的话了 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呀 曾子的妻子听了,觉得有道理 就跟曾子一块儿动手,把猪杀了 不信任吗 就好 小语ije